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真枪实弹 今天我们要讲的比赛的赛号感 是Wolfsling Arsenal 2 这场比赛的赛号感 在我们上一场周中的比赛对上Ryton 在Emirates Stadium的时候 1比3不低Ryton 然后在EFL Cup被淘汰过后 那场比赛因为没有任何的直播 全世界都没有 只有球迷在现场里面偷偷自己直播给我们 我们直接在Twitter上面的球迷看 可是质量也不是很好 所以那场比赛就没有赛号感 然后就来到现在这一场对上Wolfsling 这一场其实讲真的 我在前一场 我在前一场 前一个赛号感 我其实有讲就是这样 我是X赛至少是3分的 因为毕竟Wolfsling联赛才打进6个进球 没有记错 就其实讲真的是蛮差 然后甚至导致他们 最近炒掉他们的主赛 现在看下我们的首发实际人 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 还是一样的首发实际人 就Ramsay and Go 双中位是Gabriel加Salibar 然后Banway Right Back Ginchenko Left Back 三中场Jaka Pate加Ulgat 左边锋Martinelli 中锋还是Gabriel Jesus 然后右边锋 Bukayo Saka 然后来到Wolfsling 他们是排出一个5-3-2 这样子的阵情 Joseph Sarr and Go Right wing back 是Nathan Camedo 然后 Left Back 是一个洋色 Hugo Bueno 讲着今天对上Saka 剃得蛮好的 就 很多次阻止Saka 1v1代球过他 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三后位是 Nathan Collins Max Kilman 跟Totty Gomez 然后三中场Bubakar Traoré Rubin Neves 然后Joan Moutinho 双前锋是Kongkar 跟Adama Traoré 嗯 讲着今天Wolf的战术 就非常的简单 基本上就是 打防守反击 就是Sit很低 然后 就是靠Traoré打反击 然后 用他的速度 跟他代球过人的能力 然后尝试穿中之类的 穿脸队友这样子 可是 确实是有几次差一点成功 可是总是被 Etherson Gabriel Ramstel Stalib 总之 最后一定有一个人 在最后时刻 做出一个很关键的铲球 或者是 扑球之类的成功 在这一场 零封 让他们继续保持 6个联赛的进球这样子 可是 他们的防守 上半场其实讲真的 我觉得 算是做得蛮密不透风 也可以讲是 我们自己的问题 就是 我觉得上半场 很大一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我们球员的跑动 不够多 上半场就是很多人 亦是Saka 还是Martinelli 都好 其实这两个蝙蝠 上半场都一直想要带球 尝试 过他们Fullback 然后 做一些Crossing 这样子的动作 可是讲真的 我刚才已经讲了 Saka 他在 下半场也是一样 对上Hugo 这场 讲真的 吃别了 剃得不太好 Martinelli 有几次过到Semedo 可是总是有人 帮忙Semedo 可以做那种 可以做那种 跟队友连接 那种 就是可能 One Touch Passing 他会比Martinelli好 可是这一场Saka 我觉得没有做到 包括Martinelli 其实也是没有做到 然后 这一场第一分钟 其实Saka 就已经是蹲下来 跟裁判 是一致也不舒服 事后 Arteta有讲 就是其实我们 球队里面有 生病的状况 然后 Saka不是唯一一个 只是就是 他第一分钟 就不舒服了 然后 第14分钟 就直接换下去 换成Fabia Vieira 上来 顶替他 这样子 然后 中场的时候 其实讲真的 我是蛮意外 在Twitter上面 我看到很多人讲 Fabia Vieira 就在打水漂 这样子 其实我倒没有觉得 这样严重 我就觉得说 他虽然讲 也没有说踢得多好 可是我也没有觉得 他有踢得很差 就是中规中矩 这样子 可是很多人就讲说 Jaka 他取代Jaka 位置完全做不了Jaka 工作 我是觉得 没有到这样严重 因为 我们第一个进取回期 就是Fabia Vieira 跟Garrage 就是这两个人的连接 然后 一个人 往后插 然后Garrage 就是带左边 一个直塞 还有Fabia Vieira 直接切入那球进来 给Odegaard 在中间 这边 这样子 所以 你可以讲 上半场 可是上半场 讲真的Jaka也是做很多 这种跑动 可是反而就是像我讲的 Martinei跟Saka 这两个人 我觉得做的那个跑动 不够积极 你可以讲 他们可能是因为 UKUP来了 就是怕自己受伤 所以踢得比较保险 我觉得尤其上半场 我是有这样子的感觉 可是就是 Jesuz没有这种感觉 Jesuz真的是 一直到处乱跑 到处拿球 可是这个是他的工作 也没有说不对 像我讲的 就是这一场 第一个进球 真的就是我觉得 Jesuz跟Viera 这两个人的 一个小小配合 直接打穿了 WUF的那个 很严密的防守 然后让我们拿到 一柄领先这样子 可是 Jesuz真的 我每一个赛友感 最近的都在讲一样问题 他什么都做得好 包括这一场 直赛球 传给Viera 也传得非常漂亮 可是 他打不进射门 哎呦 他这场我觉得最大机会 应该是两个吧 上半场一个就是 他在 左边这个位置 然后球切进来 然后射门中定 这是第一个机会 甚至是在这个之前 有一个投球 他也是头前 不过那个比较难 所以就不要要求太多 下半场是有一个 那个球我不知道 各位印象深不深刻 就是Band White 拿到球 你以为他要磕的球 结果不是他 一个长船上去找到Garberges Garberges 最终没有选择射门 反而尝试传给 往后插的Odegard 可是被 我忘记是Totty Gomes 还是Q门结尾 不过 那一球 我觉得如果Jesuz 有自信心 其实那一球他可以直接射门 可是他就选择穿球 虽然我觉得他穿球也穿得很好 可是是因为Define 也是做得很好 所以就没有产生进球 可是就是 我要讲的重点就是 他的自信心 真的是一场比一场低 我觉得如果他去WC 他做Brasil首发前锋 我真的希望可以打破 进球框 然后带着自信心回来 这样子的 要不然他现在好像是十场 我们披上阿森的战役 没有进球 作为 他真的是什么都好 就是不能进球 他很需要他的自信心回来 我真的是 希望他可以早一点 重新 找回那状态 不过 第二个进球 也是Oligar的进球 就 这一球的话我就要讲 反正是 Martinayi 跟Jinchinko 配合就很好 Martinayi 一个脚后跟的传球 直接让 我记得是他 WUF替补上来的一个年轻 81号 忘记他叫我名字了 可是就是一个年轻 Rideback Mistake 想要结尾没有结好 给Martinayi剪刀 Martinayi带回来 然后Jinchinko 已经做一个O了 看到他 他直接一个脚后跟传给Jinchinko Jinchinko 往底先跑 直接传中 一阵混乱 Martinayi射门 被Josexia挡出来 然后Oligar在补射 2比0 SARS 这个比赛 其实讲真的像我讲的就是 其实在1比0跟2比0之间 其实WUF也是有几次 Counter attack 尤其是Trary Trary真的是 他真的就是传中能力不好 然后最后决策也不好 要不然真的他代球过人 他那个身体的强壮 其实真的是蛮可怕的 可是就是这一场 像我讲的有Ramsdale Gabriel Salibar 虽然讲三个人都有 时不时可能有一两次自己错误 这样子 可是其他人都会帮我cover掉 所以最后我们真的成功零峰 呃 是有讲讲 就是有一种记事感 就觉得说 可能 以前那时候你会觉得这场比赛 我们会打平啊 输掉这样子 可是 我们这一年啊 甚至可能讲是不一样的 然后再加上Man City 昨天 呃 不是 不是昨天 就是今天比较早一点的时候 1比2在主场输给Brandford 这点是蛮吓到的 98分钟被Ivan Tony打进自身球 话说回来 为什么Garrett Southgate 没有带Ivan Tony 没许我高级到现在都满意了 不过这不是重点啊 呃 就 所以Man City就drop分 然后 我们自己很争气 在客场 无事的这个Moliniu这边 其实讲着很难拿到三分的 呃 以前来讲啊 这个赛季可能比较容易 可是就是我们成功取下三分 呃 以五分领先的状态 呃 就是进入圣诞节 呃 因为接下来我靠嘛 就是这场是 英超 这个月份最后 然后可能要去到12月26号 这样子吧 不过 真的是蛮高兴啦 就是至少 讲讲我们现在有五分的一个 呃 差距这样子 至少可以有一个小小 mistake的那个 机会出现了 就是如果可能输一场我们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不过 呃 嗯 稍有感暂时一个月这样子不会有了啦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这样子的content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还有订阅分享 就是虽然 稍有感可能暂时没有 可是 呃 战果罗伦组的Podcast 还是会一直持续的上传 可能两周一个一个节 啊 两周一集可能一周一集不一定啊 不过 真的是要看啊就是啊 我自己也是比较忙啊 最近不过 无论和谢谢各位观看 我们啊 真枪实弹 下期再见 拜拜